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号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 同一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主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时 也重申要贯彻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动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摇 分析认为与其说 就是为了贯彻当局动态清零的政策 还不如说是李强为了自己政治命运 试图做最后一搏 综合媒体报导 李强在会议之中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 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加快攻坚突破 进一步巩固扩大社会面 清零的攻坚成果 齐心协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而在习近平谈话之后 李强再次的宣示 也被视为目前在疫情风暴中心的上海 将会持续遵循长久以来的防控政策 不容许动态清零有些微的丧动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分析 上海本次全程封城的时间 还不到武汉封城的三分之一 但是引发的民怨跟由此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 以及后果远远超越武汉 部分原因是因为上海民众 在先前疫情期间享受的岁月静好 使他们压根对当局如此严厉的封城 没有心理准备 而上海当局也缺乏相对应的物资 等各方面的储备 此外上海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 封城导致的停工停战 不仅让中国经济受损严峻 也波及到全世界 这一切都重创李强原本被看好的政治仕途 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 习近平派他主政上海 就是要他在中共二十大提拔入城 依照惯例 上海市委书记下一步出路 就是要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 成为中共最有权力的七个挂头之一 深圳外界还传言表示 李强可能是下一届总理的热门人县 如果没有本次疫情的话 他入场几乎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而对习近平而言 上海疫情的失控跟封城导致的民怨 还不至于让他更多的迁怒李强 真正让习近平在意的是上海防疫的失败 使得他自己精心构造的防疫神话面临破产 加上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害 让当局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的经济目标难以实现 李强或许是因为过于自信 被过去上海防疫的成就跟舆论表扬所误导 他原本打算如果这条路走通的话 他二十大路长甚至问鼎总理的宝座都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李强若是成为总理 习近平的意志在二十大之后就可以得到更畅通无阻的贯彻 但是习近平这样精心布局如今被上海这场疫情毁掉了 习近平如果硬是要支持李强做总理 势必会激起高层不同派系的强烈反对 有某种迹象显示 李强目前已经被习近平忍弱了 这段时间以来从新闻报道上来看 上海防疫指挥权被孙春兰接管 不管是会议还是防疫现场 有孙春兰跟李强同在的场合里面 李强就只是一个陪衬或是配角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证明中国独裁制度 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具优越性 两年多以来不断坚持清零政策 即使近期上海北京各地不断传出防疫乱象 习近平5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 依旧强调要坚持目前严格的防控政策 他表示要跟那些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论进行斗争 综合媒体报导 自从上海封城之后多起防疫事故被曝光 造成民生哀怨 但是习近平依旧表示 中国防疫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是科学有效的 习近平甚至提到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 一定也可以打赢这场大上海的保卫战 习近平表示要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 要坚决同一切歪曲 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进行斗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勒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 李明将指出 上海本次封城乱象频出 不仅引起民众反弹 一定程度上面其实也动摇相关职能部门 以及主管官员们对清零的信心 近期北京疫情哄台 网络上对清零质疑的声浪更是高涨 高层此时发生继续为党政干部画一条政治红线 也是向民众清楚地表明 中国不可能会走共存的路线 观察人士对习近平要延续当前政策的言行 感到非常惊讶 白贡医学过问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佛奇 他对中国当下封城的政策感到非常疑惑 他甚至以灾难来形容中国目前的情形 佛奇表示 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比较低 而且中国民众普遍接种的疫苗 跟世界其他地方相比 确实没有那么的有效 所以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封城政策 但是他直言 中国并没有利用封城期间提高老年的疫苗接种率 如果中国只是封城 然后等着病毒自己消失 这是不可能的 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博士认为 只要中国没有实现疫苗全民普及 清零政策就会持续下去 杨建利表示 习近平已经把清零跟自己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写入教科书 所以他不敢提出要放弃 一方面上是为了政治上面二十大的会议 习近平提出的政治目标自己一定必须完成 否则就无法展现出他自己的伟大英明 但是杨建利也认为政治不是目前唯一的因素 而是来自于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 因为一旦开放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两百万以上的中国人因为染疫而死亡 如果这个数据出来的话 习近平承担不起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党内的反对势力可能会趁机崛起 上海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而极端的防疫措施导致民怨沸腾 不过换来的却是当局更积极处理异议声音 近日上海警方传唤一位市民 指控他播放国际歌 这首中共建党百年曾经全场大合唱的歌曲 如今竟然成为当局眼里的禁歌 令人不顺唏嘘 同时上海终于有部分社区威胁风 不过社区必须跟团旅游般的团进团出 这样离谱的画面也让中国网友感叹 这个时代已经疯了 综合媒体报道 国际歌为共产党主义运动歌曲 在世界各国被改编成许多版本 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歌 经常在各级代表大会闭幕式的时候会播放 多数中国民众也都听过 包括为了最近中共建党百年的 中国青年网络音乐节里面 都曾经全场大合唱 无料近日上海一名男子 因为被怀疑在家里播放国际歌 遭到四名警察等门要他到警局说明 男子的妻子强调他们没有播放国际歌 但是远景的态度十分强硬 最后男子只能穿上远景 递给他的隔离装之后出门 中国网友们质疑 国际歌就跟国歌差不多的地位 能煽动啥反动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连国际歌都不然放 国际歌是委书记都唱过 把他也传唤了吧 建议上海把义勇进行去 也一起进起来 不过也有中国网友认为 国际歌前几句的台词写道 起来极狠交贵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 认为此时在上海播放这样的歌 确实有煽动的嫌疑 此外本月六号 有中国网友po出上海现况的视频 提到上海某个小区终于可以出门了 而面对被封之后 一个多月的上海民众而言 出门第一件事情必须到超市买菜 但是上海政府却规定 社区出门买菜必须经由大楼的楼长 组长带队定点逛超市 而且45分钟之内就必须带队回家 也成为中国在本次疫情之中 这次独创防疫特殊的手段 离谱的景点式购物引发热议 而在此同时 上海加快脚步推进复工复产 近日陆续发布复工复产的白名单 工作通知跟防疫相关的指南 为了加速复工复产的速度 缓解企业面对的人力压力 第二版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南 还进一步放松复工企业必须采取 闭环管理的规定 同时上海当局还宣布 目前上海全市已经有1800多家重点企业复工 复工率超过七成 而其中首批660多家重点企业的复工率超过九成 中国湖南长沙市一栋违规加盖八层楼的柔房 4月29号突然坍塌 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 近几天相关事件不断出现在微博热搜 不过对于实际罹难的人数 当局却几乎保持沉默 关注的报导是又救出多少人的消息 直到今天凌晨 事故现场搜救工作结束 中国央视才坦承总计仅10人获救 多达53个人丧命 长沙市委等官员就事故向社会致歉 中国国务院也宣布将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对于这起罕见的重大事故 中国官媒央视仅以短短一段话来带过 央视表示目前长沙居民自建房坍塌事故现场 研究工作已经结束 截至5月6号凌晨3点03分 事故现场被困失联的人员已经全部找到 其中获救的有10位 遇难的有53位 人民日报指出湖南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吴归英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长沙之名自建房坍塌事故 应急救援跟上后处置指挥部 指挥长郑振兴等市领导阶层 以及网城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起立鞠躬 向所有罹难者表示哀悼 并且向所有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表示慰怨 向社会大众致歉 这起事件发生在4月29号中午左右 共有8层楼高的楼房坍塌事故 其中1楼为门面 2楼为饭店 3楼为放映咖啡馆 4楼5楼6楼为家庭旅馆 7楼8楼为自住房 坍塌的楼房里面有餐厅 网咖 旅馆 麻辣烫等许多店家 由于当时正在午餐时间 因此楼内人数较多 而且受困的民众 大部分是附近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 目前长沙市公安局 已经就世界拘捕9个人士 中共总书记刑平4月30号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搜救被困人员 依法严肃就责 最了解为了落实习近平的指示 根据中国国家有关的法规 中国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处 对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 自建房坍塌事故展开调查 调查工作将依照科学研究 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 注重实造 以及四个不放过的原则 还原事故发生经过 查明原因 总结教训 并且提出建议 依法依规严肃就责问责 给遇难者家属跟全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 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可能有犹太协同 这句话一出之后引起以色列强烈的不满 以色列5号对此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为拉夫罗夫的发言向他们致歉 总管媒体报道 目前正值以色列纪念建国74周年之际 以色列总理班奈特的办公室透过声明表示 班奈特5号跟普京进行通话 提到有关拉夫罗夫的发言 班奈特接受普京的道歉 并且感谢普京澄清对犹太人跟大屠杀记忆的态度 但是根据克里姆林宫公布对两人通话的摘要之中 并没有提到普京道歉的事情 不过摘要之中确实有提到两位领袖 谈到了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这起事件源自于俄罗斯外交副长拉夫罗夫 本月以后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时表示 我看总统泽伦斯基是犹太人又如何 这并不能否定乌克兰纳粹分子的事实 他还说我相信希特勒也有犹太协同 因为一些最恶劣的反犹分子就是犹太人 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又提邮交火 他指控以色列支持基辅纳粹政权 还派出傭兵跟被俄罗斯视为纳粹分子的亚素营 一同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外交部的说法引起以色列愤怒 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的行动 这是不可饶恕而欠可耻的说法 也是可怕的历史错误 白奈特也谴责拉夫罗夫的说法是谎言 还表示这样的还言等于是在指控犹太人 自己犯下史上最可怕的罪行 报导指出本次盗窃是普京罕见的让步 原因可能是担心以色列会改变对俄罗斯 入侵行动的中立立场 转而加入制裁或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行列 最了解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以色列为了不破坏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一直拒绝西方要求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侵法 而仅在最近提供人道救援的物资 头盔跟防弹衣 并且建立为期六个礼拜的野战医院 然而本月却又传出 以色列官员们开始讨论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俄罗斯屠杀平民 这也使得以色列中立的立场有点站不住脚 不过目前讨论的军事援助里面 并不包含提供铁冲防御系统或是进攻性的武器 而是以防御性的武器为主 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收看的是台湾台 一起关心台湾发展的是重要消息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台湾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五日与英国首相强森举行会谈 宣布一项新的防务协议 强化两国的军事合作 安田文雄警告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可能会在东亚重演 必须保持台湾海峡的稳定 日本会持续关注台海局势 安田文雄说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径 在印度太平洋 尤其是在东亚 是绝对不被容许的 综合媒体报道 强森五日在伦敦唐宁街10号 接待来访的安田文雄 两人在围绕有关日本自卫队 以及英军联合训练等等的 互惠准入协定RAA 原则上是达成了共识 此项协议如果签署完成 将让两国的军队能够加快部署 并且允许双方参与联合训练 以及救灾工作 安田文雄表示 现在是七国集团展现团结的时刻 如果主要大国不做出回应 俄国对于乌克兰的入侵 可能会在东亚重演 他强调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同行 越发重要 同盟国志同道合的国家 应该互相合作 绝不容忍在印太地区或东亚 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片面企图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不仅是对日本的安全非常重要 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也至关重要 安田说有关台湾的问题 日本一贯的立场就是期待能够和平解决 基于这样的立场 日本会持续关注 安田说 近期将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到东京访问 以提升美日同盟关系 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今后将积极推动日美澳印领袖会谈 以及与东南亚国协各国领袖的面对面会谈 针对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军事侵略 安田表示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内容包括冻结资产的对象追加约140人 禁止出口对象进一步扩大约70个团体 以及禁止将量子电脑等等尖端物品出口至俄罗斯 追加俄罗斯银行资产冻结对象等四项 安田在记者会上表示 此行分别与英国首相强生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举行会谈时 已经说明了上述日本将采取的追加制裁措施 强生以及德拉吉对于日本的措施给予高度肯定 他还说与强生德拉吉都达成共识 将持续与G7合作 对俄罗斯实施严格的制裁 同时也将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支援 德国工业界领袖表示 跟俄乌战争比起来 他们更担心中共会武统台湾 因为德国重工业市场非常依赖中国 这位领袖级人物也不会言 德国工业界已经在为相关的可能情况 制定了防御性的B计划 中广新闻指出彭博社报道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协会主席卡尔黑伍斯根 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坦诚 德国商界与中国往来密切 从俄乌战争以后 德国商界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界 相当担心北京一旦动手武统台湾 会遭到更严厉的制裁 已经开始在制定因应相关措施的B计划 报道说 专访本来是要讨论俄乌战争 对于德国制造业 特别是机械制造业的影响 不过黑伍斯根说 在行业里面 虽然俄乌战争是现在大家经常会讨论话题 不过谈不到五分钟 大家就会开始谈论中国问题 特别是一旦北京当局决定 像俄罗斯那样要武统台湾的话 德国工业界应该如何因应呢 黑伍斯根说 对德国工业来讲 台海问题是一个更重要的议题 黑伍斯根坦诚 因为有了俄乌战争的例子 目前很多与中国有业务来往的德国公司 已经开始制定了B计划 就是台海一旦开战 国际制裁北京 德国业者该怎么减少冲击 报道说多年来 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德国的汽车行业 尤其是依赖中国市场 然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德国商界更是担心 如果北京未来试图武统台湾 中国可能面临类似 甚至是更激烈的经济制裁 另外大纪元指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国美以来 中共一直不停的在全世界 大肆搜购各种资源以及企业 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也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 但是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 而遭到国际制裁 令中共意识到 其惊人的海外财富 或在一夜之间会被冻截掉 金融时报今年4月30日 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中共财政部以及中共央行 在今年4月22日 紧急召集数十家 中国以及国际银行的高管 举行内部会议 讨论如何保护中共海外资产 免受到类似俄罗斯 遭到的国际制裁 该消息说 中共官员担心 如果发生地区性的军事冲突 北京也可能在 武力攻台时遭到同样制裁 一名听取了会议简报的消息人士说 现场没有人能够想出好的办法解决 有银行高管提出了类似俄罗斯近日采取的措施 建议中共央行强制中国的出口商 将所有外汇收入兑换成人民币 以增加中国在爱美元的持有量 还有人建议削减每年允许 中国公民购买外汇的额度 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互动远远是超过了俄罗斯 今年来美国仅盟友致力打造没有中共的供应链 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依赖度 如果突发状况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 以及关键科技产品的进口将陷入危机 另外来看台湾的疫情急速升温 日经新冠复苏指数最新排名显示 台湾从第四名下滑 大幅下滑至第九十四名 与中国并列 然而另外一方面推特等等网络社群 近来是流窜了不实图文 指出台湾的疫情其实已经失控了 殡仪馆连夜是稍不停 工作人员累到虚脱 并且附上遍地尸体的画面 台湾调查局就溯源查出 这个假讯息画面出自于 韩国的战弹电影流感的截图 研判有高度的可能是来自于 中国等等境外势力使用人头账号所散布 自由时报指出 根据日媒所发布的最新日经新型冠状病毒病 复苏指数 由于台湾近期本土疫情升温 确诊数暴增 即使防疫策略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 但是排名还是从原先的第四降到第九十四名 与中国并列 日经亚洲报道 台湾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两年以来 因为严格管控边境 执行筛检以及隔离措施 确诊数长期是保持在低位 然而由于具有高度传染力的变种病毒 Omicron突破一道道防疫 昨天台湾单日本土确诊突破三万例 日经这项指数评估 121个国家或地区在疫情管控 疫苗接种等等方面的防疫表现 排名越高代表确诊人数越少 疫苗接种普及率越高 社交距离限制越不严格 也更接近疫情前的正常生活 截至四月底 由于本土疫情扩散 台湾得分跌至55分 远不如三月的78分 排名从第四名倒退90名 中国四月排名也下降62名 不如三月的第32名 而榜上居贯的国家为 卡达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87分 再者是柬埔寨83.5分 卢安达82.5分 欧加拉80分 则是分居于第四以及第五名 此外排在台湾之前的 还有近期疫情趋缓的韩国 排名第25名 和第62名的日本 以及第80名的美国 至于香港则是在更后面的第108名 虽然台湾排名下降 不过报道也指出 与香港的疫情相比 台湾对Omicron疫情浪潮的准备 似乎更是充分 截至2日 台湾75岁以上年长者 有73%已经完整接种 60%施打完两剂疫苗 香港在3月初疫情爆发时 70岁以上的高龄者 仅有46%接种两剂疫苗 导致9000多人染疫死亡 另外台湾调查局昨天指出 来自推特等等社交平台的 遍地尸体的影像 出处其实是韩国 2013年的灾难电影流感 而非真实照片 推特账号 徐查理故意截取 耸动的电影画面 加注文字进行散布 疑似意图在台湾疫情升温 社会情绪紧绷之际 甚至引发民众恐慌 以影响公共秩序 以及干扰台湾防疫作为 好那么另外 中共解放军持续是派遣军机扰台 台湾空军昨晚证实 六架次的中国军机 袭扰台湾西南空域 另外有一架运巴轰炸机 从台湾西南空域 进入台湾东部的空域 台湾空军研判 是由中共大型水面舰 停驻海域并且实施操演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 日前也曾经证实 海军日前组织辽宁舰编队 在西太平洋海域 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 风传媒指出台湾空军 昨天晚间发布讯息 正式在有共机 侵扰台湾周边空域 总数六架虽然不算多 当中除了有凭空出现的直升机 还包括一路从台湾 防空识别区西南角 挺进防空识别区 东南角的轰炸机 航机相对复杂 台湾则是已派遣空中 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飞弹追尖等等 标准程序应处 至于航机凭空出现的卡28反潜直升机 因为其为舰载机 突然现宗代表该处 由中共大型水面舰停住 并且实施操演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中共航舰辽宁号 率另外七艘飞弹驱逐舰 护卫舰 补给综合补给舰 从东海出发 经宫谷水道进入西太平洋 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 亦派舰跟舰 相关画面 经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曝光 昨天扰台共机是否与辽宁舰的编队有关 外界不得而知 为时间点巧合引发关注 也显示着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 有着超乎想象的热闹 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3日证实 海军日前编组辽宁舰编队 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 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的例行性的训练 目的是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 符合国际法不针对任何一方 这据称是解放军近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航母舰队 军事专家认为 随着万顿级的南昌号驱逐舰 以及辽宁舰搭配日益成熟 解放军航母战动群的长距离攻击能力 渴望出现突破 最后来看到为了强化反潜战力 台湾海军原本计划向美国购买12架MH-60R 还因反潜直升机 不料5日却遭到外媒爆料 这一份购买提议被美国拒绝 对此台湾国防部部长邱国正昨晚证实 此采购案已经确实喊咖 原因是因为价格太贵了超出能力范围 ET Today指出根据路透社报道 台湾海军原本计划向美国采购 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12架MH-60R 还因反潜直升机 不过却传出购买提议遭到美国拒绝 原因是美国认为 海因反潜直升机不符合台湾需要 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 5日证实此采购案已经喊咖 原因是因为价格太贵了 抽出台湾的能力范围 另外M109A6自走炮刺针飞弹 采购案也传出延宕的消息 邱国正指出M109A6自走炮延宕一事 美方目前已经提出两个不同的取代方案 正在协商当中 至于次真飞弹则是因为恶务战争而延宕 由于已经签署合约 并且支付费用将敦促美国交付 好以上谢谢您收看 别忘了订阅台湾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台湾台